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来分享就是来自陈辉的12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辉其实它是一个源头供应链的企业 会拿一个比较擅长比较熟悉的平台去做开发 但是呢的确很多老玩家不喜欢这种公模的产品 喜欢完全原创的产品 如果说一个厂商想开发新的产品 想以品牌的形式进入市场的话 我建议大家花两到三年时间好好的去打磨一台车子 从零去开发去研究这个车子 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去找一些车手啊 找一些玩家呀 因为大家的角度不同 你是生产商 你可能觉得说 我这个电条成本可高了 可贵了 肯定牛逼 那有的人说 哎呀其实我们不需要 这个车子很轻 其实动力可以降一个级别 那你这个成本就是纯浪费的 等等一系列的话题 那我觉得说啊 这个就是关于一个产品开发要看到的点 我们不是单纯的在这里去堆叠参数 我们也不是单纯的说 我要做一个好看的壳子 或者说啊 我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我的结构都没有合理性 而我的车子都没有性能可言 但是我看起来这个车子是新设计 我觉得也毫无意义 所以说呢 起码花到两年到三年时间去开发 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去沉淀去测试 那再推出市场 这产品才会说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车子 你看到还是平台成熟之后 可能一用就是五年 甚至是十年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前面投入的时间比较长 像这样子偏向公模的车子呢 我会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去除掉 目前市场上这样类似车型上的缺点 以及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设计 我玩下来之后啊 其实我觉得说 动力首先给的就是过于的暴力了 感觉就是一个小钢炮车 上面装了一个W12引擎 所以说这台车子 其实我觉得2S动力的表现呢 是非常舒服的啊 又线性 加速也猛 而且又非常容易控制 但是3S呢 的确太暴力了 那我觉得有的玩家就喜欢这么暴力 而且齿轮各方面也针对这么暴力去做了匹配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厂家开发时候呢 就是考虑到目前市面上 各种玩家需求都有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 比方说 它的这个电条程序啊 而且它的硬件的配置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在这个遥控器上面 去可以调这个油门最大值的 这个空间就特别大 75 50甚至25%的时候 它都可以合理的去限速 不影响油门线性和手感的同时 它刹车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厉害的 这个电条的程序 以及是它的做工用料 还是比较到位的 它的低速线性啊 中间的这个加速的表现 以及是急速的表现 包括爆发力 我觉得都比较到位 而且跟手的感觉也比较好 再来说这个车子啊 它的这些小的细节设计上的改变 没有说特别可圈可点吧 但是呢 值得肯定啊 你要再没有一点自己独家的设计 就没有拿出来的必要了 它的这个蝴蝶架 包括是币马 以及是拉杆 还有它的阿克曼版 其实很多小的零件啊 它都做了调整了 齿轮做了强化 对于说娱乐型的玩家来说呢 就几乎是处于一个免维护的状态 这个车子呢 一共会有发售三个版本 2S版本呢 它是用2S电池 搭配这个成辉自己的一个入门接工器 因为你没有那么暴躁动力的时候 其实入门接工器已经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去驾驭它了 那你的游玩的速度啊 各方面的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其实我拍视频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3S电池开50%去拍 这样我单手才会比较好控 它的这个全开100%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暴力 3S的版本呢 它就会搭配这个HOTRC的这个CT6A的遥控器 然后成辉给你配了一个蛮好的电芯 你可以直接去充电使用 不用再买5号电池了 那配的接收机呢 是这个带陀螺仪的版本啊 对于这个暴躁动力呢 可以更好的更稳定的去使用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特别是你在这个公路上急加速啊 以及是越野路段上面 有一些电波跳跃的时候 它可以辅助你走直 那么在这个遥控器上面呢 按住这个按键 然后开机 你可以进行陀螺仪感度 以及是它的这个幅度的设定 我们会在这两个循流上进行调节啊 你自己去试两次 不同参数是什么感觉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设置 设置好之后 你回来之后 记得把它调回来啊 一个是方向最压值 一个是油门最压值 你再给它调回到 你正常需要的这个数值 我自己方向最大开75 然后油门一般开75 或者50 我觉得就已经很够用了 我在3S电池的时候 那其实2S电池 甚至你都可以开到 7%去玩 都会觉得很有力了 那给小朋友玩啊 给线索玩 你可以开到50 甚至25% 再来说一下这个车架上面改进的 比方说这个钢制的这几个零件呢 其实会让车子变重一点点 但我们这台车子不是竞材车 我们不追求极致的轻量化 我们要它简单可靠 那么这些钢制零件的合理性 我觉得是有的 包括是它设计的这个防撞啊 其实之前也验证过啊 是蛮不错的 这个防撞性能 以及是它这个尾翼啊 也是蛮Q弹的材质 这个造型啊 包括它的支架设计都挺好 目前缺什么 就缺一个抬头轮啊 后面呢 我觉得说可以大家去改装的时候呢 找一下同样的这个公模平台上 别的车子上抬头轮 直接一只怪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车子3S加抬头轮的话呢 一个是你长时间抬头走 会更加容易 更加容易控制 其次呢 高抓场地上面 原地后空翻的时候呢 你有抬头轮会更加容易 但是要注意到 它是一台竞速卡 它是长轴距设定的车子 它本身的设计 都是在压抑它去撬头的 比如说电池档前置啊 长的轴距啊等等 所以说这个动力真的很暴躁 很暴力的 有的玩家已经拿这个电条去尝试 移植到这个 比如说14303啊 14210上面 这个爆发力的表现也不错 我也有去交流过 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做到 他说它的程序 其实针对这些入门级的电机 它是有调校的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线性 当然了 调校是一方面 它本身的硬件 它里面的堆掉到位 它才能发挥出爆发力 那爆发力什么时候来 那就是调校的问题了 视频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啊 我觉得总体来讲 这台车子我和工程师沟通的过程中啊 能感受到 他们对娱乐车开发的经验 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在这样一个本来是偏向于操控和竞速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面 开发出了一个强健可靠的车子 并且给它赋予了一个很暴躁很变态的动力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说也是有办商劝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到这么大的动力 这个动力甚至我觉得十分之一的电阅 十分之一的竞速卡都够用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动力确实很夸张 那也再讲一下这台车子 我觉得说作为成辉 他们想要来试探啊 想要来尝试做一个自己推出的车子的这样的一块 试水的产品 它的堆料确实很疯狂 所以说我一直跟他说 你的堆料太猛了 会把定价拉得比较高 他说呢 我们就要做比较pro的产品 拉得比较买比较极致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初衷 那我觉得说就要看市场上 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定位了 那有的玩家呢 就说哎 我就想要比较顶配 比较满配的产品 有的玩家说 哎 我只要这个基础入门够完就可以 那就是会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觉得说呢 这也没法说满足所有人的这样一个需要 那就看你自己是否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产品了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角还有更多阿随文资讯 其实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